接下來我們看到Compost with one Chiro Center 這個比較單純,因為等一下會看到兩個 Chiro Center 含有一個 Chiro Center 的化合物是 Chiro 的 就是有不對稱性 它會有一個稱為對應的,我們叫鏡像液購物 就是它不可疊加的鏡像 含有一個 Chiro Center 的化合物有些實例 我們來看,像第一個 這其實慢慢慢慢的東西,大家以後會講到這個 像這邊是一個 HH 這個叫做那個 我忘記這叫什麼 就是未來這個東西在衍生上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們的葡萄糖的結構 就從這邊出來的 這是一個 Aldehyde Aldehyde的話,旁邊會有一個 OH 下面會有一個 OH 也就是眼睛看起來,這邊兩個帥哥手勢接近我們 這邊是遠離我們 好,來,那開始排那個的話 我就不排序號 這邊是 S 型 這邊是 R 型 這邊是 R 型 這邊是 Glastroidehyde 對對,我記起來叫 Glastroidehyde 這個東西 你們到時候到的葡萄糖的時候會講到這個結構 好,那這些東西就是有一個不對稱碳 因此它會有立體的結構 會有立體的結構 好,OK 然後呢,我們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再往下走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這個東西是胺基酸 這個東西是胺基酸 對不起,先看這個 這個是 Glastroidehyde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會有很多糖類的東西 會有很多糖類的東西 也是一樣 它會有 RS 結構 RS 結構 好,再來 但是糖類RS結構沒那麼重要 你看像這邊 這邊是 這邊是 S結構對 L D結構對 R 這邊剛好也是 S結構對 L D結構對 R 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 因為它是糖類的開頭 所以沒事講 六碳糖的時候 會從 Glastroidehydehyde 這是 Amina Acid Amino Acid 它這邊是 R Form 跟 L Form 這個地方 我要開始放慢 因為這邊 重要性非常的高 為什麼呢? 因為 Amina Acid 是 L 型的 因為 把編號一號的 碳放到最上面 二號碳放在這邊 把它抓成一直線 接下來 把我們中間兩個 一個是氫 一個是 Amina Group 把它放到帥哥手勢的位置 這時候呢 按照 Fissure Projection 的時候 它在左邊 它就是 Left 它其實不是Left 但是剛好姿勢重複的 它就是 L Form的 Amina Acid 就是我們最常被 20種氨基酸的形式 是這個 那 自然界非常少數 存在 D Form 的 那這個對應起來 它是 R Form 的 D Form的時候 它在這個地方 它在這個地方 它壓下去是右手邊 壓下去是右手邊 壓下去是右手邊 好 那這邊是乳酸 乳酸中央性就普通的 乳酸一般我們會用 D 或 L 我們不太用 R 跟 S 我們不太用 R 跟 S 因為 因為這食品會用到乳酸 然後 IUPAC 命名 其實對我們也沒有那麼重要 好 相同的 好 相同的 在這邊 這就是阿圓剛才講的 我們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 ADOS 是一種糖類 一種簡單的糖類 六碳糖 把它 然後 那 Aldihide group 從上面1號碳抓下來 往下抓 往下抓之後呢 最 5號碳 它是5號碳 5號碳的 OH 放在右手邊 它就是 D Form 的 Glucose 把它壓到左手邊 它是 L Form L Form 自然界比較少存在 大部分都是 D Form 的 所以在這邊 5號碳 右手邊 來 我們來看 算了 算了 不動了 這邊往下走 好 來 所以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地方 好 再來 這邊呢 那個 它的對應的話 對應的 鏡像液公物呢 有相同的物理跟化學性質 但是呢 如果是生化反應的時候 它就會不一樣 它就會不一樣 好 這邊 我很喜歡這個案例 手是手套 手跟手套的話 左手套套左手 右手套套右手 相同的情況 酵素也是這樣子 通常人體酵素是這個情況 這就是它的解釋的理論 再來 光學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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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其實 這個 下次給各位講 像阿元開車會戴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 其中有一個就是偏光 會偏光 好 來 這裡有一個 光線具有垂直傳播方向的電長 對不對 講一大堆 我跟你講看不懂 沒關係 就是說光線在過程當中 它先用一片 linear polarizer 線性的偏光線 把它過來 偏成 變成一個直線的方向 會過去 接下來呢 會用那個 quarter wave plate 就是它會有第二片的 會有第二片的 這樣子可以測量出來 測量出來它的懸光度在哪裡 懸光度的話 對我們也有概念 基本上沒有那麼難 基本上沒有那麼難 好 來 這邊 當 平面分子經過它的水溶液的時候呢 它可能會被旋轉掉 為什麼 這個不知道 這個要問上帝 因為早期的人 他沒有那麼多分析儀器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把它拿來玩 因此會建立了很多東西 包括最有名的 台灣最有名的叫左旋維生素C 哇 講的跟天花亂醉一樣 你上過生化 上過有機就知道 那個是 好 不講了 不批評 來 這邊 所以呢 那個 kyro compound 它可以把它旋轉的 那個能力叫做懸光性 叫做optical activity optical activity 它可以把它旋轉偏正光 然後呢 kyro center有偏正光 不是kyro compound的話 沒有偏正光 OK 好 再來 它做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光線過來 然後呢 會有第一道柵欄 然後呢 這邊那個 第一道柵欄 然後平面偏正光 5號 6號是帶有容易的那個管子 它會旋轉 而且牽涉到它的管子的長度 跟濃度有關係 它就會偏正 然後未來的話 像那個 未來有興趣 你們上到深化的時候 會講到說 當時大概100年前左右 發現的invertase的故事 就是 欸 居然可以把 居然可以把 這糖 轉成 另外的糖類 為什麼會知道它轉變了 因為懸光度改變了 後來才開啟陸陸續續的研究 這東西其實還蠻有趣的 還蠻有趣的 好 欸 這邊看過去就好 這邊看過去就好 好 那這邊的話 那個 筆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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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固定 它的固定固定在 每毫升一公克 然後光層固定是 十公分的時候 十公分的時候 它可以測到它的α 這東西不用背 這東西的話 它會用那個相關細節來做 這個東西我們不用背 好 來 這東西也還好 這東西也還好 好 那在這邊有一個 具有多個 掌性中心的化合物 具有掌性中心的話 有兩個可能性 掌性中心最大的力購物的話 是2的n次方 2的n次方 在這邊有一個 好 例如說 例如說 好 那像 六碳糖對不對 它有幾個不對稱碳 它有4個不對稱碳 1 2 3 4 4的不對稱碳 理論上有16個 會有16個 會有16個異購物 但是為什麼 這邊只有8個 這邊為什麼只有8個 好 這個我就不講了 這到時候再跟各位講 好了 那如果是果糖的時候呢 果糖的時候呢 它有1 2 3 3個不對稱碳 但是為什麼 2的3次方是8個 為什麼這邊只花了4個 以後再跟各位講 有興趣你再問 我再跟各位講 好 來 那在這邊的話 它會有不同的異購物 會有不同的異購物 那這個重要性我覺得普通而已 所以我就比較馬虎一點過去 好 那另外一個 有一個90酸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還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有一個那個正跟負 正跟負 其實就是用 懸光光動機 測出來的結果 測出來的結果 那像這個 它是- 那90酸 我聽說是當時 路易巴斯德發現的 發現它會有兩個東西 然後進而發現了那個光學異購物 所以那個 那個其實蠻厲害的 好 這是那個 那個- 懸光度是負的 懸光度是正的 好 那因為呢 它在那個 它在這邊會有個對稱面 那事實上 事實上它本身會有那個 會有兩種異購物 好 再來下一個觀念 那個 Mexo Compound 內銷懸化 這翻譯的很對 我們當年就是覺得這個 是有一個或多個 更多Cyro Center的 的那個 非 Cyro Compound 因為它左邊 右邊對稱完之後呢 就把它抵銷掉了 就把它抵銷掉了 好 來 這邊 這邊 這邊不管它 OK 在生活中呢 在生活中 有很多東西 都是Cyro的 Cyrality 例如像 左耳右耳 左腳右腳 這些東西 OK 這些東西 所以 原來斑點也是 這個 我還不曉得斑點就是 好 這邊 好 那接下來講到這個地方 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說 就是說 生物中大部分的化學反應是立體定位的 這種立體定位會選擇 那這個東西也是 當年科學家提出來的理論 那因為後續沒有人能推翻它 你就繼續引用這個理論 就是說為什麼 酵素可以選擇光學液購物的其中一種 那一個理論就是說 因為它三個點的時候 在酵素的表面 它會辨識不一樣 它只會針對它其中一個 只會針對一個 所以說 你三個看起來數字都一樣 但是 順時針反時針不一樣的時候 人家認為是不一樣 會不一樣 來 這個地方 好 這地方我快速講一下 像那個 那個 這個 檸檬西 我以前當助教的時候 有做過檸檬西 那檸檬西它會有不同的那個 異購物 檸檬西那時候 那個 那個 我們在做事件的時候 是拿橘子皮 橘子皮經過影迷萃取之後 然後會把它做一些處理 會得到這種檸檬西 得到檸檬西 還有一個是那個 香芹銅 ONE結尾 這個香芹銅 也是一種香料 好再來 那個 Ibuprofen 是一種止痛劑 它也會有兩種結構 會有兩種結構 好那個 青梅胺 青梅胺 好OK 那我們就大致先講到這邊 我禮拜二的時候 再跟大家 複習幾個重要的觀念 那這邊的話 先祝大家嘉節愉快